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傻中医 自亏三百万却拯救了六万名患者 他就是秦军天 一位名副其实的良心大夫 行医生涯二十六年间 秦军天前前后后为六万多名患者进行驿诊 所谓驿诊也就是完全出于道义的免费问诊 如果按照每人去医院五十元的门诊费来算 那么秦老这二十六年可以说损失高达三百万 但是秦老自己却从不认为这是一笔损失 也许是因为出生于医学世家 从小受到父亲的教诲 物营华屋物谋良田 秦大夫也一直本着医者人数的思想 行医于江湖 从不应拘泥于金钱的诱惑 秦军天出生于江苏吴江平望镇 十四岁开始就成为父亲的助手 短短两年之后 这位少年奇才 就已经能够独立出诊 为病人治病了 从那时起 秦军天就一直遵循着家族训诫 对接诊的病人分文不取 来者不拒 遇到穷苦人家的患者 甚至还直接把药材钱算到自家账上 他家的宅邸位于一条偏僻的弄堂 老旧而残破 从外观上丝毫不起眼 但由于老宅的主人德高望重 声名远扬 老宅门前总是呈现出络绎不绝的景象 甚至一些临近小镇的患者都会连夜赶来看病 即使是半夜 秦大夫也毅然下床接诊 从不推辞 他常说 作为一名医生 能帮助患者摆脱病痛的折磨 自己辛苦一点 又何妨呢 当然自己内心里还是会感到挺自豪的 今天的口碑很快就在镇上传开了 高明的医术和高洁的为人 成了秦大夫的个人标志 不久之后 他便当上了吴江中医院的院长 此后 他也为这家医院定下了规矩 本医院 医生和护士 皆不可收取 病人红包 以及药店回扣 能用便宜药 就不用贵药 能用中药 就尽量不用西药 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秦老大夫自己固然是一身清廉 但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心里 就有很多复杂的小算盘了 他们认为 这项过于清廉的规定 阻挡了自己的财路 于是就时常在秦大夫的背后 说三道四 还给他起了个绰号 叫他猪头院长 但是秦老大夫从来不会放在心上 他兢兢业业 只关心治病救人的工作 行医26年间 他前前后后接诊了6万多位患者 光是那些记录患者详情的问诊手册 就多达400多本 整整齐齐的被他保存在档案柜里 后来当地的很多药店啊 民营医院等机构 想邀请秦老先生前去为他们做堂 对方甚至开出了1万元的薪水 却都遭到了直截了当的拒绝 原因很简单 秦大夫心里清楚 别人家的药店和民营医院 他们的规矩可由不得自己来制定 这些机构都是为利润而生的 自己收了人家那1万元的工资 人家就要从病人那里拿到更高的回扣 才能保证不亏本 如此一来 不就与自己的初心违背了吗 身为院长 秦大夫给人的感觉 却从来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形象 当街道行动不便的患者家属来店 秦大夫甚至还要自费坐车出诊 亲自上门为患者治疗 他为患者开出的药方 也都是尽可能价格便宜疗效又好 当然虽然甚至自己名声远扬 但是秦军天大夫却从不自负 对于有些患者 如果用自己的治疗方法一直不见起色 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的 将这位患者转诊给别家医院 1994年 秦大夫与助产科的老伴 顾允朱双双退休 他们便在家中坐诊 继续坚持为父老相亲看病 2017年10月 秦军天入选中国好人榜 而他光荣的生平事迹 也被收录到无将近现代人物录中 接受采访时 秦军天只是浅浅的回答 我谨遵父亲的教诲 只负责为病人看病 只开有效的药 但是让病人自己去买药 我们自己做到清白 病人心里就会清楚 就会感激 这就足够了 我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已经花完了 我们感到很满足了 作为一名老党员 一名医生只求自己能为广大人民看病 这样的人生才足够充实 足够精彩 直到2021年3月10日 这支照耀医学界长达26年的蜡烛 终于燃尽了自己生命的光滑 他为六万多名深处黑暗中的患者 带去了生的希望 却没有从他们身上索取任何多余的财富 直到今天 在秦老先生的故居 大门前还贴着一副褪色的对联 但愿人接见 何妨我少钱